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这节课来整体的测试一下支付的流程 好,那么我们回顾和整理一下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主要是写了三个大的接口 第一个是下单的接口 第二个是支付的接口 然后第三个是接收微信回调的这样一个接口 好,那么对于这么大的一个流程的测试 我们肯定最好是不要直接在我们 我们就不要直接先一开始就在我们的工具里面点这个支付 我们首先还是来分布的测试一下 我们刚刚所说的三个接口里面 前两个接口之前都验证过,对不对 好,那么第三个接口我们先不要急于走完整的流程 我们首先到我们的Postment里面去 单独的把我们的微信的回调接口来测试 简单的测试一下 好,那么我们的回调接口是给微信掉的就在 那么微信要想掉的通的话 那么至少我们自己首先在本地访问我们的回调接口 也应该是可以掉的通的 不能说它完全能走通 因为我们在我们本机上面 手动的去模拟微信的返回结果 这个比较麻烦,不方便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直接在Postment里 摆掉一下我们的回调接口 好,我们一起到Postment里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地址就是我们在配置文件里面写入的地址 不同的是我在最前面这个地方没有采用第三方提供的外网地址 而是把它换成了localhost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因为我们目前的Postment是为我们本机上的阻担 所以说在本机上不需要使用第三方的提供的地址 我们直接localhost就可以了 然后要注意一下 你一定要把这个地方选择Post 但是不行的 好,然后我们删备一下 好,这里报错了,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报错了 好,这里它说class wknall different没有找到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原因是什么 回到我们代码里来 好,它说哪个类找不到 我们看一下 它提示我们的是我们所继承的这个机类 也就是微信SDK里面的这个wfpnotify找不到 好,我说一下原因 这个原因在于微信 这个原因在于我们这里引用的是wfp 然后api.php就是 是哪个SDK 这个wfpapi.php 好,我们点开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因为它在这个api.php文件里面 它require once的时候 没有require这个wfp.notify.php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简单的把它给改一下 把这个wfp.notify.php加载进来 它这个地方比较奇怪 因为它这个地方require once了一二三三个 但是它总共有四个是需要require的 前面的config,data,一个三部型的都引用了 文组是这个notify没有引用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把它引用一下 好,我们把这个上面的复制一下 wfp.notify.php 好,这样就可以了 可能是因为它认为 这个notify.php应该和api是位于同级的 它应该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外部类 可以直接在这个 可以直接在这里引入这样的一个notify 但是我当时也是直接在这个地方引入了notify 但是会报错 所以说我们还是从这个wfp.api这里来引入 然后通过api间接的引入这个notify 好,那么修改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 算责一下 好,那么如果报了这个错误 就对了,未定义数据所引 就已经居住postdate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post的模拟的请求里面 包地里面是没有放东西的 我们可以放个东西 随便打印看一下 好,再算一下 它会报别的错误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接口的外部的调用的基础上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完整的走向我们的支付流程 好,打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清除一下 还是先申请一下令牌 好,然后点一下支付 好,这里面会弹出这样的一个支付的测试 测试二维码 然后我们用手机扫描一下 好,扫描 好,记得要支付 因为你只有支付成功了之后 微信才会给你回教 好,关闭 这个就支付完了 支付测试的时候 记得把金额改小一点 这个地方也做了一个更改 之前我们是五个商品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把它的每个商品的数量换成一个 这样的话一致支付两分钱 好,那么我们如何来验证 我们的这个接收微信通知的回调的方法是正确的呢 直接看的方法就是还是到order数据库这里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 注意看最后一条 重点是看什么 重点是看这个State之端有没有被更新成二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两条都是二 而之前这些测试 State为一的都是我们没有加入这个回调方法的时候 所以说你加入回调方法之后 微信的通知它就会通过你的方法把这个State的状态给更新了 注意看这里 如果它是二 那就证明了是这样的一个成功了 好 那么这是一个验证的一个方面 我们还有考虑一下我们这个地方 看单码里 总共做了两步操作 对不对 update other states 还有reduce stock 对不对 update other states 没问题 更改成了二 那么reduce stock 这个地方我刚刚忘记了 给大家看原有的这个数量 没关系 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走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所购买的两个商品 分别是这个一和二对吧 各买了一个 好 然后我们到这个product里面 ID等于一和二的 芹菜和梨花带一 他们现在的stock 双心一下 肯定已经减过了 当然是998 因为我们买了两次 这是996 996 好 大家记住了996 996 好 然后我们现在再走一下 看一下这个996 996会不会减少 好 好 我们再点一下支付 好 支付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到这里看一下 996 刷新一下 看见没 995 995 因为我各买了一个 然后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 还有哪个方面 我们没有测试到的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 没有办法来写 这个单元测试 所以说我们尽量 通过这样的一个 黑核测试的方法 多走一下 把方方面面 尽量的都给它验证到 好 我们还是看代码 我们刚刚测试的是 一个正常的流程 对不对 库存量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这个库存量不存在 库存量不够的情况 好 那么要测试库存量不存在 我们到数据库里 把这两个商品 现在是995 995 就是这样 库存改成零 没库存了 我想一想 这里不能直接改成零 大家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不能改成零 如果你这里改成零的话 根本就不会弹出 这个微信支付的界面 因为在第一次 你下订单的时候 应该就不会让你下 你可以看一下 支付 清除一下 再走一遍 点一下支付 订单为创建成功 对不对 因为你的库存量检测 都无法通过 所以说怎么来测试 这个时候 也是需要有些技巧 咱们动动脑筋 我们现在还是 让它开始的时候 是有库存 比如说我们改成这样 一个6个 这样至少保证 你在下订单的时候 是可以通过库存量检测的 我们支付一下 它会弹出这样的一个支付测试的页面 然后我们在支付的时候 咱们再把它改成零 先不支付 先让它没库存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模拟了 我说的这样的一种 开始有库存 然后支付的时候 没有库存的情况 好 改成零了之后 这个时候再支付 支付是可以成功的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订单的状态 如果正确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是改成4的 大家注意看 最后这里 4对不对 没有库存了 走 它会把订单的状态 这里 改成这个配的 发的 Auto Off 好 那么这个测试 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后面的一点时间 想跟大家来 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大家看我这样的一个测试 很顺利 基本上整个代码 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其实当时 我写支付代码的时候 也是测试了很多次 逐步的才把这个代码 写得比较完善的 你看到我这个代码写完之后 基本上只有WFP Nautify这个类没有找到 这个是少了一个requail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自己真正的 第一次去写这个支付代码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断点调试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 还不算很复杂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逻辑 其实就是这么 这应该有多少 不到100行代码吧 但是如果假设说 这个微信回调里面 它有一个超长的 逻辑非常复杂的 这样的一个业务逻辑的话 那么如果没有断点调试的话 是很难受的 那么有些同学说 这个断点测试不是很简单吗 我们课程之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测试的时候 我们是依靠在这个我们的访问的路由的后面 加上这个问号 然后XBuds SenseInStart 这样的一个专口号 来进行的断点设施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极有可能会这样尝试 会尝试 在我们的这个配置的回调地址后面 加上这样的一个问号 XBuds 然后呢 XXA的他转口号 程度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以为这样的一种方式 在微信到底ельзя定恋掉 我们的这个监口的时候 他也会带上XDebug的端口号 如果他确实带XDebug的端口号 确实是可以进入我们的断点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之前是不是说过了 问号后面的这些东西都会被微信给忽略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直接这样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断点测试 没有用 好那么怎么办呢 微信确实没有办法直接的附加这样的一个砖口号 但是我们可以动一下脑筋 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转发的原理 把微信的请求原封不动的再转发到另外一个结果去 然后同时在转发的过程中 它就是处于我们自己代码的一个控制 那么我们可以在转发里面附加这个FBug的端口号 从而实现这样的一个调试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转发怎么写 当然这个并不是太重要 也不能说不重要 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有些同学可能不是很依赖于这个断点测试 断点调试 所以说觉得这个不重要 但是我是非常依赖于这个断点调试的 因为我觉得断点调试可以快速的 帮你找到问题 特别是在你业务逻辑非常复杂的时候 没有断点测试 只是简单的去Worddown去输出的话 这个调试的速度太慢了 好我们还是到我们的Counciler 把Counciler到这里 看看怎么转发 好那么这节课的时长也差不多了 下面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还是把它单独的作为一个小节 因为这个知识点不是每个同学都需要 是给大家用于有一些情况下扩展用的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